希腊神话故事 作者 古斯塔夫·施瓦布 美迪亚 取走金羊毛 一整夜 阿尔特斯国王在皇宫里召集年长的智者商议 讨论如何对付阿尔戈勇士们 因为他很清楚 白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他女儿的帮助下才能成功的 赫拉女神看到耶阿尔面临危险 就马上做法 让美迪亚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就像被猎手追赶 误入森林的小鹿一样 此刻的美迪亚内心战斗不已 他预感到父亲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也害怕女仆们知道事情的底细 美迪亚流着眼泪 不失粉黛 长发散乱 如果不是命运之神提醒了他 他也许已经服毒自杀 当他端起下了毒的杯子 赫拉女神重新鼓起了他生存的勇气 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于是他又把毒药倒掉 他想来想去决定逃走 他吻了吻床 门帘 摸了摸房间的墙壁 然后从头上取下发卡 放在床上 这是他留给母亲的纪念 他哭泣着自言自语道 再见了 亲爱的母亲 再见了 卡尔契尔伯 再见了 这所有的一切 唉 外乡人呢 要是在你还没有来到克尔克斯之前 就已经葬身大海 该有多好 他像是一个从牢狱里面逃脱出来的囚犯 匆匆忙忙离开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家 他念动咒语 宫门很快地打开了 他光着脚穿过一条条小巷 左手拉着面纱蒙着脸 右手提着拖地的长裙 城门的看守没有认出他来 不一会儿他就走出了城堡 来到了城外 从小路走向了赫卡特神庙 那里存放着他制作神药 必须的留着毒液的树根以及香草 他识得从这里出去 穿过森林和田野的小道 月光女神塞丽娜 看到他那狼狈的样子不禁叹息道 想不到这世间 还有人像我追求英俊的安迪米恩 一样痴情的女子 爱情的魔力让我离开天空 而可怜的姑娘 却在忍受着渴望见到心上人的煎熬 哎呀 你想要去就去吧 但是千万别指望你所做的一切 会使你免受所有的痛苦 萨利娜这样说着 而美迪亚却毫不在意地继续自己的行程 她向海岸走去 阿尔哥英雄们在那里燃起熊熊的篝火 庆贺押送取得胜利 那通宵达旦的篝火指引着她前进的方向 美迪亚走到靠近大船的时候 便大声地喊着她的姐姐小儿子 弗洛蒂斯的名字 等她喊到第三声的时候 弗洛蒂斯和亚颂听出了美迪亚的声音 英雄们感到非常的惊奇 把船划到岸边去欢迎她 还没有等船靠岸 亚颂就跳了下去 弗洛蒂斯和阿尔哥斯紧跟在后面 美迪亚痛哭了起来 快救救我吧 一切都暴露了 没有其他办法补救了 救救我也救救你自己 在我父亲还没有乘着快马追来之前 我们乘船赶快逃走吧 我决定给神龙试用催眠术 帮你们拿到金羊毛 但是你 我勇敢的陌生人 你必须当着众英雄的面对天启示 当我孤身一人前往你们的国家的时候 你保证不会羞辱我 会维护我的尊严 听完姑娘悲伤的诉说 亚颂心里十分高兴 她轻轻地掺起这个姑娘 拥着她说 亲爱的 让宙斯和赫拉 以及那些主宰婚姻的女神作证 我愿意娶你做我的新娘 一返回希腊 我就把你赢到我的家中 她把自己的手 放在姑娘的手上启示 于是美迪亚吩咐大家 今晚连夜行动 跟着她到圣灵 去取金羊毛 船而快速地前进 亚颂和美迪亚在天黑之前起身 从另外一条穿过草地的小路 来到了圣灵 他们看见了金羊毛挂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上 在黑夜里发出耀眼的光芒 对面有一条永远不知疲倦的神龙 用她锐利的目光守望着金羊毛 她向这些不速之客伸长了脖子 面目猙獰地游了过来 发出可怕的吼叫声 响彻了整个圣灵 河岸和树林响起了一阵阵沉闷 而又凄凉的回声 美迪亚毫无畏惧地迎了上去 念动催眠的咒语 祈求神之中最有神奇威力的睡神斯拉夫 引诱巨龙入睡 同时她又请求伟大的地狱女神帮助她 实现她的计划 叶阿颂跟在她后面 内心不由得一阵阵的恐惧 但是那只巨龙已经在美妙的催眠歌声当中 渐渐欲睡 慢慢地垂下几背 盘旋的身子也变得僵硬起来 只有那颗丑陋的脑袋还在痒着 张着血盆大口 好像要吞噬他们两个 美迪亚跳上去 把毒液洒进了巨龙的眼睛 口中念念有词 巨龙陶醉于那毒液发出的芳香 很快就闭上大嘴 伸直了身体 倒在林间睡着了 叶阿颂根据美迪亚的指示 在她往巨龙头上喷洒毒液的时候 早已从橡树上取下了金羊毛 两个人迅速地离开了圣林 叶阿颂把金羊毛扛在肩膀上 这宝物从她的脖子一直垂到了脚跟 闪着金光 把夜间的小鹿照得通明 等到跑了很远之后 才因为担心有别人或者神灵 抢走这件宝物 便放下金羊毛 把它卷起来 天亮的时候 他们回到了船上 同伴们围住她俩问长问短 好奇地看着那发出光芒的金羊毛 都想用手摸摸她 叶阿颂却不同意 连忙用斗篷把它包了起来 然后她给美迪亚在后舱 铺了一张舒适的床 对她的同伴们说 朋友们 我们快点走吧 快回家去 因为这位姑娘的帮助 我们才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因此呢 我要报答她 把她带回家乡 娶她为我的合法妻子 一路上你们要帮助我保护她 她是整个希腊人的救星 而且我深信这事还没有了结 埃尔特斯不久就会带人赶来 阻止我们返航 所以我建议 把我们当中的一半人当作滑奖手 另一半人要拿起武器准备迎敌 以确保撤退成功 要知道我们回城的安全 和整个希腊的荣辱 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说完她砍断了揽绳 手持武器站在了 黎姑娘最近的舵手旁边 讲手们奋力地滑奖 大川乘风破浪 箭一般地向河流的入海口 拾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